十九 十九分 好 谢谢老师 好 其实在黄志远第一场来的时候 你就是十九分跟杨俊文打成平手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Rose 刘明湘可以得到几个灯 请评审按灯 刘明湘的分数是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分 恭喜刘明湘获胜 在这边甚至给了五个灯的 就是Roger老师 听完歌会不会让人感动 就是你唱完歌 能不能让人家静静的在听你唱歌 有那种吸引力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明湘今天的歌声 有办到这一个 当然里面可能有专业老师 他们上面觉得还不足的地方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观众 我觉得能够被你完全的吸住 然后在台上听你唱歌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至于智阳 你唱歌我觉得跟明湘在我听来 我觉得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你们一样都有很好的技巧 可是有的时候 有很好的技巧的时候 听起来会少一点点 那个人的味道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只是对我听起来差别 唯一就是在口气 口气 明湘比较像在讲故事 那你是用一个很完整 很完美的方法 把一个歌唱完 那终究唱歌 还是在叙述一个故事 你怎么把你的故事告诉别人 那那个感动点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谢谢老师 谢谢我们的黄志阳 这三场非常精彩的演出 谢谢 好 厉害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接下来呢 又是蔡爱佳跟李安东的局面 好 我们首先要欢迎的就是蔡爱佳 其实现在我们在这边 只有两位选手没有被抽到 一位是林玉泽 一位就是徐永霖 徐永霖是你梦寐以求的梦幻对手 对 因为你觉得他跟你一样是属于 就因为他18岁然后我15岁 我是代表新加坡最小的 然后他就是这里选手最小的 就想说来比比看还蛮好玩的 有没有听到 他是以游戏的心情来记性 我是说蛮放松的 但我们还是用抽签的好了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这个里面就这么两张签了 蔡爱佳他会抽到谁呢 好的 你希望是 徐永霖 徐永霖你希望是谁 蔡爱佳 你希望对到蔡爱佳 哇 你们两个都想迎战啊 不好意思 后切帮你挡一挡 林玉泽请出列 上周获得满分的蔡爱佳 首次已出行歌曲应战 是否还是一样杀伤力十足呢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 没有什么不同 眼眶闪烁 爱被流动 闭上眼当做听说 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 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 没有什么不同 不从软弱 撒娇害羞 只是有一点别扭 傻瓜也许单纯的多 爱的没那么做作 爱上了我不保留 傻瓜我们都一样 被爱情伤的忧伤 相信这个他不一样 却又再一次受伤 傻瓜我们都一样 受了伤却不投降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 代价只是一句傻瓜 傻瓜我们都一样 被爱情伤的忧伤 相信这个他不一样 却又再一次受伤 傻瓜我们都一样 被爱情伤的忧伤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 代价只是一句傻瓜 不一样 好 蔡爱佳的演唱 她今天这样演唱 小鹏老师 你觉得林毓哲有没有机会 后接你真的很危险 真的 我相信这个版本 不管是以前我们的曾佩慈 或者是温蓝 原唱听到都会蛮感动的 你真的唱得很好 谢谢老师 好 林毓哲好好唱 好 不要被小胖老师给看扁了 好吧 也要让他刮目相看 掌声欢迎林毓哲的歌声 谢谢 徐永龄不畏强敌 奋力薄卖力演出 其实永龄真的很努力 而且从他之前一直被我们这样子 一直说他唱歌很降气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 我淡淡的 伪装我的旁航 沉默中 沉默中 仿佛我们之间 有一道枪 我的脸 笑得好坚强 一切用心规划的梦想 如今看来是那么 勉强 哦 我看不透你的想法 多么可怕的想法 怎么去爱都是惩罚 怎么选择都是一场欣赏 忘记我还是忘记它 我想不透你的想法 多么伤心的想法 难道你已赢了欣赏 难道你已赢了欣赏 怎么决定都是一场渺茫 忘记我还是忘记它 爱已经让人无法自拔 难道我还要继续装傻 继续 挣扎 哦 我看不透你的想法 多么可怕的想法 怎么去爱都是惩罚 怎么决定都是一场欣赏 忘记我还是忘记它 我想不透你的想法 多么伤心的想法 难道你已赢了欣赏 怎么决定都是一场渺茫 忘记我还是忘记它